一拜 再拜 散拜 为了弘扬客家传统文化 由客委会 不住日前在普里镇 举办全台第一场的收东戏演出 并且结合普里镇 银海城隍庙 举办的全国城隍遭境活动 希望届次能够让大家知道 造其客家族群 在收成完仇审感恩后 看舞台戏的传统活动 今天公所在仁爱公园办理 108年收东戏 普里山城庆收东的活动 这个活动是客委会 核定补助全国12场的第一场次 配合城隍庙的 全镇烙境祈福活动 全国有22间的城隍庙 集聚于普里 希望借由这个活动 让客家传统的 敬天仇审祈福的优良传统 能延续下去 县议员陈宜军表示 收东戏对于客家族群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活动 也感谢客委会 以及县府文化局的用心 能够将收东戏 安排在普里镇来演出 让大家都能感受到 早期客家族群的文化 以及精神 这几年政府对于 提供我们的客家文化 不遗余力 我觉得这个文化是非常非常重要 一定要有我们的文化传承 才可以让我们的国家 在一个很安定的情形下 不断来发展 所以再次感谢这个客委会 也感谢我们管夫来配合 让我们的保里方亲 有机会来看到这个收东西 副议长潘一泉 感谢客委会的用心 能够安排客家传统文化活动 结合普里镇 银海城隍庙 举办的全台城隍 普里照镜活动 共同来办理 让传统文化 能够与地方庙宇文化 互相结合 借此能够让乡亲了解到 传统文化之美 记者陈伟一 普里采访报道